當然的總統澤倫斯基 其實在開戰之前 他的民調是偏低的 很多人都不希望看到這個戰爭 但是發生之後 他的民調急轉直下 根據一個最新的民調 但我比較納悶 我還是有點保留一點 就是打仗的時候 到底怎麼跟國人做民調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是一個謎 到底是用電話民調 網路民調 還是街頭民調 怎麼會查得出百分之九十一 但至少他在國際上的形象 是變得比較更加有支持度 那大家也發現 澤倫斯基真的很厲害 他可以坐在這一些 他們政府機構裡面的台階 就接受CNN在內的 這些國際媒體的訪問 穿得也非常的軍便服 甚至你可以看 他不斷的直播 聽說他最高紀錄 甚至可以一天高達14場的直播 不管任何地方 甚至還直播的時候 還可以聽到 的聲音 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總統真的讓人家 心知所向 但是有人很納悶 萬一兩岸開戰的話 網友在問 我們蔡總統 有沒有跟他一樣 可以讓凝聚人心 凝聚大家士氣的這個能力 但有網友就比較悲觀 他說我們總統是出了名的讀稿機 來舉一下例子 因為之前總統大選的時候 總統北南北中南跑 去跑這個造勢活動 就有人拍到一張照片說 總統要這麼大台的這個讀稿機 那讀稿機到什麼程度呢 你仔細看他最後一句話 大家說好不好 這一種在造勢場合裡面 要衝氣氛 大家說好不好啊 連這一種都要人家讀稿機 這麼大的題詞 那總統真的有辦法 隨時隨地席地而坐 然後開直播 講一些感動的話嗎 連之前我們交通事故 發生很多意外的時候 不管是在記者會現場 看文稿 又或者是到中常會上面 跟國人直播的時候 也是有讀稿機 那我們總統這方面能力 到底夠不夠啊 院志 我當然不夠 我覺得總統大選他要讀稿 我也就算了 可能他那稿子比較複雜 要背很多東西 他就用唸的 那你說電視辯論 他要讀稿也就算了好不好 就說算了 那你現在連這個道歉 你都要讀稿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道歉不是應該要發自內心嗎 如果今天黃偉漢對不起我 結果他要跟我道歉 然後哪個稿子在那邊照唸 那我會懷疑說 這夏二週寫好給他唸的 這個就讓人家感覺不到 真情跟誠意 這種道歉是無法讓人接受 而且沒有辦法讓人家覺得 你是有真心 這個叫冷漠 所以說你今天澤倫斯基 如果他今天面臨到國內 這樣的一個災難 然後他碰到大家 他老是在讀稿 你覺得他們國內的人 看到這個場景 他會認為說 這個總統是真心跟我們講話嗎 所以今天澤倫斯基可以孤人心 就是靠他真誠 如果打仗的時候 看到澤倫斯基讀稿的話 可能會心灰意人 那到底還有什麼樣的面相 我們休息了之後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他的元首太過依賴讀稿基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對 所以你知道嗎 很多網友就講說 那蔡英文 你不是1.5個博士嗎 為什麼你講話 都一定要讀稿基 後來網友講說 算了啦 還是讓他讀稿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不讀稿的話 就會嗯啊 嗯啊 嗯半天 如果說遇到那種災難的時候 嗯半天的話 大家真的看不下去 還有人講說 反正他還會說錯話 乾脆讓他讀稿還比較安全 那我覺得蔡英文 其實不如 澤倫斯基的地方還有非常多 你看澤倫斯基遇到災難的時候 他勇往直前 他站在第一線 可是我們的總統被人家質疑說 當然我們台灣是還沒有遇到戰爭 可是也有遇到一些 比較危難的狀況 比如說之前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蔡英文人在哪裡 神隱半天不出來 後來不是被人家酸說是 高端股價下跌的時候才出來 好像國家遇到什麼事情 都跟他無關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蔡英文這個狀況 實在是讓很多人 真的是非常的灰心 然後才會覺得說 甚至說乾脆你讀稿好了 因為不認為你有具備這種 記憶人心的能力 而且包括這個重大的災難的時候 尤其是要撫慰人心的時候 他的這種沒有讀稿的能力 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趕快吹吹心 不像是一個領袖 我覺得這個讀稿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